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开始对参选总统的事情动心起烈 因为前一晚郭台铭先生宣布退选 今天特别谢谢两位发言人到这边 如果郭台铭先生不退选 楚瑜不会站在今天这个地方 谢谢郭台铭先生 我很明确的说我们的名单当中 会有郭台铭董事长的影子 宋楚瑜将带着初心展开我的终局之战 宋楚瑜的终局之战 我希望降低政党票的门槛 提高不分区立委习次的比例 处于由补估的盼望 我们台湾的选民可以告别悲情 天大地大人民才最大 宋楚瑜由补的盼望 台湾能够重回天道酬勤的时代 让所有的人民都相信 你只要肯努力 就有出头天的信念 好 回到现场 昨天这个主席的 有人说叫出征的席文 一般社会大众给他的评价 我认为都还算相对正面 甚至好久都 在政治议题上不发声的老朋友 都跳出来说说了真衰鬼 他觉得他已经冷却很久的政治激情 又被重新燃起 我用最短时间把昨天相关的 主席的演讲里面 一个几个重要的讯息 给他做一个快速的报告 昨天主席背后的背板 写着几个字 自由民主是非卖品 自由民主已渗入台湾人民的血骨 必须用生命守护 是我们这个世代共同的DNA 把自由跟民主列为他这次选举 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讯息 他昨天的演讲里面有很多的金句 包括一开场赢了泰戈尔的诗句 他说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 最简单的音调却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对他的最后一里路充满了期待 包括对自我的期许 他也隶属说他过去五次投入 选举里面一共得到1779万又85张票 他说一张票一世情 这认为是他人生政治路途上的终局之战 他也再次提到说 我的初心就是天道酬勤 他说这是我最爱说也最爱写 甚至愿意花25年时间彻底实践 内化于心的座右铭 他说上天后外勤奋的人 任何人只要勤奋努力一定能够成功 换言之天道酬勤指的就是台湾人 最优秀的基本功爱拼才会赢了 77岁仍要参选人生的第六次大选的宋楚瑜 将以怕输就不贏用台语的精神 为出发点希望唤起当初 让台湾人引以为傲的务实精神 爱拼才会赢了 他也说作为一个从事政治工作 40多年的老兵 他非常荣幸参与80到90年代的 台湾的民主宁静革命 包括威权体制转型成 开放民主解除戒严开放党报警 刑法100条的修改等等 他说让台湾人不再因为政治理念不同 而被判为政治犯 他也提到他过去受蒋经国总统 李登辉前总统 包括孙英玄院长的提息 他说实不相瞒 我从今年的9月17号晚上 才开始对参选总统 这是起心动念 因为前一晚郭台铭先生宣布退选 让我辗转难眠 我认为如果台湾人民 无法解开蓝绿的情绪勒索 和亡国恐吓的制约 那非常可悲 他也提到说 我希望未来民法能够成年下修至18岁 让年轻世代可以早日复起 成先起后的社会公民责任 同时在教育上也求向下扎根 而不是向上延伸 这跟过去一些主流政治人物的 所谓教育政策的观点 似乎不太一样 他也希望说降低政党门票的门槛 提高部分区立委席次的比例 让台湾的政坛除了蓝绿之外 还有足够的空间能够让五彩缤纷 七彩夺目的优秀小党并存于世 他也提到说 希望台湾人民可以告别悲情 不要再蓝绿两党 你不投绿 则台湾会灭亡 你不投蓝 则中华民国灭亡的长期情绪热索下 惶惶终日 只能在国民党民进党 下架民进党 讨厌国民党 这四种选项中 载浮载成 伤透脑筋 他也提到台湾人珍惜你的眼泪 尊重你的自由意志 韩内投票只不过是一种让自由民主 无法继续提升的制虐行为 这说实在写得还蛮不错的 那整个演说的气势也都蛮好的 第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说 这是不是黄大哥您捉刀的文稿 不不不 我不敢略美 这个宋主席的这篇的文稿 真的是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特别是 透过宋主席他本人的那种口才 还有77岁的人 你看他讲话那个气势 而且他不是用读稿机 这个而且你看 他每一个口条都非常的顺 好像这篇这个讲稿 就是他自己写的一样 你认为是他资格写的 对 所以我觉得 什么叫做总统级的规格 什么叫做总统级的高度 什么叫做总统级的深度 什么叫做总统级的程度 我想四度 各位如果你没有好好看的话 一定在网络上把他找回来看一看 中华民国所需要的总统 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高度 这样的一个深度 跟这样一个程度的人出来 我们中华民国在这国际上才有面子 面对这样子诡谀多变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的总统一定要有足够的程度 能力跟表达的这种能力 才能够在这个国际上面 能够为我们中华民国 争的一席之地 这就像是新加坡一样 新加坡是个 这个我们曾经有个外交部长说 彼此大的国家 但是为什么这个 在国际上的地位 非常的不同凡响 就是因为新加坡过去有李光耀 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郭董出来的时候 我非常支持他 因为像郭台铭 这样的可以说中国5000年来 第一的能够有这么大的事业 跨国而且百万员工 非常不容易的人才 很可惜国民党 偏偏对人才没有兴趣 被国民党糟蹋成这样子 但是由于郭台铭被糟蹋了 引起了宋楚瑜 物伤其累 宋楚瑜虽然没有做生意 但是他在中华民国的政坛上 可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我们台湾错过他 不只是他的遗憾 更是我们台湾的遗憾 你看从公元2000年 他获得了460万票 高票落选以后 我们有这么多任的总统 哪一任总统 让我们感到满意的 最后都是灰溜溜的下台 大家都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 我们选民自己也要检讨一下子 为什么我们被蓝绿绑架 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不按照显学以能的 这样一个标准 来选出我们心目中 大家都认同的宋楚瑜 所以这一次是他的终局之战 我觉得我们在遗憾之宜 他一再的强调说 天道酬勤 我们也一再讲 民主政治选选以能 是这样吗 我想韩国瑜可能会说 谁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宋楚瑜的遭遇 真的比对韩国瑜来讲 他不知道是勤快多少 我们以前当他的贴身目聊 说实在非常累 但是累是累 我们很有成就感 大家很有干劲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说 这样一个团队 在他的领导之下 同样一个省府团队 前任的省主席 做得怎么样 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 但是所谓的滨水降转 到了宋楚瑜手上 省府团队做得下下降 所以说 从来中华民国的政治领袖 勤快是最基本的 不要说现在民主社会 古代的帝王 是今天就要起床了 就要召会 帝王一年当中 只有少数的几天 可以霸潮 即便这样霸潮 都会引起一些大臣的责难 所以说 哪有说苦民所苦睡到中午的 这不是中华民国始所未见 中华五千年历史 像这样的领导人 在史书上不知道会不会骂成什么样子 王大哥 我昨天讲到以前 我昨天在讲过 他有意思 很多朋友问我说 可不可以讲得更清楚 我回去翻那个笔记 真的找不出那个时间 有一次跟着前辈去跑新闻 选长任内 嘉义东石海边 因为台风过境 堤防崩溃 他站在堤防上 两只手插在后面看 然后阿文 陈明文 那时候是新議員 阿龙是大老家 就家义人 就陪他在身边 所以手都举起来 不讲什么又放下 他的耳朵还听 他说什么 我看手又举起来 又放下去 就他转过头 跟陈明文讲说 这样对不起老百姓 这样对不起老百姓 就走下来 我看他脸上 没有一丝那种官员 来视察在一起 好 拿去 我这钱拿去 没有 当然对宋省长 有各种不同的褒贬 但是我从这个小地方 我希望台湾未来 所有包括现在的政治人物 永远记住 省长看在那句话 这样对不起老百姓 真的对不起老百姓 省长昨天有几句话 也都唤起大家过去 对那个穿的白夹克的 蒋经国学校高材生的记 他说奉行一步一脚印 认真走访台湾每个角落 我提认到人民的小事 就是政府的大事 官员吃的苦中苦 百姓方为人上人 其实昨天在年轻的群组里面 我们弟弟他们的群 大概九十几个 不是弟弟 不是我儿子 我是那个大学生 我们弟弟还没有群组 他们讲说 昨天省长讲一句话 他们很高兴 他说现在年轻的世代 对于民主自由的要求 比我们那个世代来得更多 我们这个世代 必须用最大的诚意 尽快回应他们 对这个议题的需求 年轻人有没有feel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这点我要补充一下子 各位注意到 美国副总统彭斯 他也特别讲 他说台湾对于中国而言 我们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我们自由开放的社会 对中国就是一个典型 对台湾的安全 就是一个保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是 所谓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里面 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这样子 能够自己选出我们的总统 而且几次政党轮替 这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成功的案例 这样的一个案例 是民族珍贵的 今天美国副总统一再的讲 他说我们跟台湾站在一起 我们跟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 这样一个社会站在一起 这个对我们的民主化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 而在这民主化过程里面 宋主瑜就是关键人物 OK 非常谢谢彭孝哥的这个补充 昨天我看郭台铭粉丝团 郭董的粉丝团 第一时间我的观察 这个蔡俊宇这个发言 有更深刻观察 我觉得郭董宣布不参与 2020的联署这个参选之后 整个粉丝团热度稍微有降低 但是一到最近 这个宋主席宣布要参选的信物 慢慢浮出来的 我发现整个热度都升高 我每天在观察这个雨情 我很明显感受到 昨天第一时间我观察 大概在几个 100多个这个粉丝团 我大概抓前20个流量比较大的 感觉我个人的观察 大概将近四分之三的 投票议员都倾向投宋省长 过去说不然投蔡总统制裁韩国 他就说整个不要打了 两边我都不敢 我感觉起来有一点点这个氛围 或许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一个很抽象的直观 没有数据统计 但是有那个感觉 感觉我感到大红柿的 这种感觉 那等于是 我感觉到那种感觉 analys了 我感觉到这种感觉 我感觉到那种感觉 你再来 我感觉到